更以下 则如观经所说 卧虐之人 灵于命中得灵神教 智性悔改 神念称名 亦得往生 故云神念必胜也 这是观无量受精神教的 受无忍 这种罪业呢 这经上讲的 多阿比地狱 大悟不识 他在临终的时候 要是遇到个念佛人 劝他念佛 他真心悔改 能做到真心悔改 那是他 过去生中的善根信心 这一生没修善 受我无逆 临终回头 真正悔改 念阿弥陀佛 念十生 断气了 这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运 第十八运说的 这个法门 太殊胜了 下面 老居士 给我们说 行者应之 这些信心 念佛人 一定要知道 一项专念 只从初发心念佛 一直到临终最后一念 这叫一项专念 而且关键呢 是在最后 最重要的是 在你临走的那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你测试往前 灵命中是最后的一念 是阿弥陀佛 所以 祝念就很重要啊 重要在哪里 祝念就是 唯恐他最后一念忘掉了 我们用这个方法提前 让他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 他就决定往前 不管他 这个 这一生呢 念佛的功夫怎么样 最后一念太重要了 人在最后一念 往往没有把握 烦恼稀奇起先行 这个机会就失掉了 念佛念一辈子 到最后一念 他心里有牵挂 也不行 这些事情 我们都是亲身看见过 下面举这个例子 如上 说 说我 你之人 就是说我 无腻 这种人 摄身念佛 他只念摄身 第一身是初念 第摄身他命中 这也算是 从初发心 直至命中 君在念佛 这个人的大佛 佛报太大了 一身作物 临终遇到善友 他还往生气往极乐世界去 那本来要读阿比地狱的 从阿比地狱你看看 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所以他符合 一向念佛的宗旨 太殊胜了 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 这个事情 是有 很难得 很稀有 所以我们念佛人 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我现在做点坏事 好不要紧 临终我还有办法 我还来得及 那你就错了 起这个念头 那是无比的恶念 要钻阿弥陀佛 这个本院的漏洞 这个是太恐怖了 这是决定不允许的 所以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人要老实 要诚恳 不能有一个恶念 有这个恶念就不好了 说凡之呢 如有人念佛数十年 或于最后阶段 亲事持名而改行他法 或于临终啊 不幸极乐而念世界 未能念佛 使则不明一向转念 这个事情 我们也看得很多 真有 真有不但有很多 到灵命中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世界有留念 最大的留念是亲切 习切最终 所以古无大德 在赤宗虚之里面 告诉我们 就是宋往生 宋往生 这个人快要往生的时候 最好他的家亲眷属 他的儿女 不要让他看见 看见他就动心 这一动心就坏了 所以让他的佛友 念佛的同学 来照顾他 来送他往生 他往生之后 家亲眷属才进来 而且一般 断气之后 八个小时 家亲眷属才快进来 他生死离开了 怕扰乱他了 真正往生 一断气就走了 那往生快 有的人贫注念 他断气 他并未走 他灵魂还在 这个身体的附近 这个时候 这个念佛的功德 是非常非常 殊胜 让他深深都听到佛号 最后跟着佛号走 这个好 要知道 念佛送往生的很多 许许多多往生 真是要靠念 靠注念 所以祝念要如法 要不如法 请麻烦就很大 不如法 感谢观看